有趣的画面来看到 您看过火车吃乖乖吗 这个是在花莲的 有蒸汽机车女王称号的CT273 在17 18号两天再度展开试车 不过因为这台车已经有80年历史了 老车较难掌控 加上第一天试车 零件就出问题 因此工作小组决定 娶女王吃乖乖 祈求整趟行程顺利 要给你吃乖乖 然后我们今天行程 都顺利乖乖 工作人员打开绿色乖乖 整包倒入锅炉内 你没看错 这包乖乖不是给人吃的 而是要给火车吃的 祈求行程一切顺利 那我想乖乖也只是想说 刚好就治愈于人 然后也会觉得很开心 这是有蒸汽机车女王支撑的 台铁列车CT273 车铃约80年 受到去年918地震影响 已经有半年不曾现身 17 18号这两天再度展开试车 让老火车出门运动运动 难得机会 吸引大批铁道迷 追车争赌 还得出动紧力 速到交通 80年他都还可以这样子行走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感动的一件事 由于蒸汽机车女王已经是老车 本来就比较难掌控 加上第一天试车时 零件出问题 花莲蒸汽火车工作小组 因此特别请女王吃乖乖 希望他一整天都乖乖 每年夏天担任 仲夏宝岛号 邮轮列车的重任 这次为期两天的试车训练 不仅为今年活动暖身 更是世代传承 将驾驶技术 传给年轻一代的司机员 展现台铁永续经营决心 介绍陈晶叶 欢迎报道